在北非小国摩洛哥旅游的时候,碰到一个独自来浪游的年轻内地背包客, 他一见到我们两个在说广东话,就主动走过来兴奋地搭散, 是否中国人?我说,是呀,你哪里人?他说安徽,你们呢?香港。 一听到这个答案,他面识明显一沉,笑容收起,他向如故之的喜悦忽然无了, 转成为充满戒心的敌意。 安徽好美啊,我最想去就是那个有很多牌坊的徽州古城, 我希望可以消除他对香港人三个字的误解,于是就和他聊起他的家乡。 果然,他回复笑容,说了一阵安徽的美,接着就问我们, 你们是不是在内地出生的?我说不是,我是地道的香港人。 那为什么你会知道安徽?为什么会懂普通话?香港人都不懂得大陆的。 2019年的黑暴,打烂了香港人这个金七招牌, 曾经我们是人家的骄傲,一句香港来的,大家视你如贵宾, 人人对你另眼相看,但今时今日,香港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光彩的身份了。 尤其是对内地同胞,说出来真心有一些羞愧的尴尬。 最近我的女儿和几个同学去了西藏旅行,他们参加的是西藏当地的旅行团。 导游和内地团友一见到他们,第一句好奇地问,香港年轻人都不喜欢大陆, 为什么你们会来西藏呢? 一场黑暴,令到内地人误以为香港人全部都是反骨,反国家。 近年我们经常在说,要消除香港人对内地的误解, 其实我们更要抚平内地人比香港刺伤的痛。 想象一下,一个自以为发达,不可一世的儿子, 不单只嘲笑含身如虎将你养大的父母, 还连同爱敌向他们钉食,父母忍你,其他孩子就不会忍你了。 香港人是愧对内地同胞,做了26年不孝子, 没有向国家交过税,没有为国防给过一毫子的军费, 国家的斧头你不用吃,国家的甜头你就有份尝。 今日大国崛起,成为大靠山了, 但我们的思维仍然是饭来张口式的败家仔。 黑暴,由阿爷出国安法来平乱, 疫情,由阿爷派人派物资来救援, 老人家退休了,大湾区提供优惠福利给大家可以去安享晚年。 年轻人没出路,即使内地毕业生,找工打崩头, 都要在大湾区的企业为香港年轻人预留位置。 习惯找靠山解决问题,我们慢慢忘记自己的责任, 于是没有人喜欢的殡葬城,想推到内地去。 最近甚至有议员建议,将精神病患送到大湾区休养。 香港人尤其当权者,实在要学会换位思考, 试试乡阿爷求救的同时,也请顾及14亿同胞的感受。 内地著名的博客靖海侯就在文章《香港不在大湾区》 及释放精神病患到大湾区中提到几点值得思考的观点。 他说,香港社会及香港青年要明白的是, 大湾区需要的是人才不是人口,要做的是包容不是收容。 大湾区绝对不应被视为矛盾的堆填区,问题的收容站, 无限转移各种困难的救济所。 香港社会应有的认知是,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破解民生的幽难, 但主体责任是在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, 主要空间是在特区内,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民生事务, 中够是特区自己的事。香港社会甚至管治团体里, 仍然有一些有巨婴思维,什么事都想着靠中央来推动, 靠国家来解决,遇到一些困难,就想着争取特殊待遇, 寻求外部解决这种思维,要不得。 不要问国家可以给你些什么,问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, 香港人请不要再做国家的不孝巨婴, 否则,香港人再难在内地同胞眼中抬起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